也要讓各位鄉親們知道 永安慶奇這些事項還是要比較多多體面 比較多一些 甚至在交通過程當中 交通過程當中 更有受益心 這是不重要的 另外我也特別跟大家說 我們在聖誕院 其實主要是有機會能夠找到 可能更有影響 其實這是我貴重的目的 貴重邀請計畫主持人張貞昂教授 說明金峰鄉發展再生能源的可行性 以及正在進行的潛力場址調查 我才會從來金峰鄉的照片 我們金峰鄉的正面還在 第一樓梯 第二樓梯在第二樓梯的地方 兩場次的部落會議充分讓鄉民瞭解 經濟部在原鄉推動 再生能源發展的目的 如果再生能源是一個產業 它會是怎樣的產業 就是我們當時跟 再生能源來的文明局提到 展現金峰鄉可以有選意 跟再生能源的機會 使用我們可以發展其他更合格的 這些漢光產業發展 發展生能源 以不破壞環境的前提 在地意見領袖也給予支持 鄉長代表要共同的方向 我也希望我們的鄉民 以希望支持這樣子類似的開發案件 但如果再不破壞所有自然自然 情況下希望不能支持 讓我們發展更快 相當有信心 將來假如是 真的是可以的話 對我們這邊的年薪 繁鄉的年薪人 一定是相當好 然後又特別多 他們決定會很願意 來回故鄉做這樣的工作 現在發展的話 需要經過部落的同意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會影響到生態的這個部分 因為有關係到核酸整治 以及還有土地上的問題 對於部落來說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經過江林住民餐飲 再生能源設置補助計畫 內容包含 進行轄區內 具有再生能源發展可行性的 潛力場址調查 我跟我們的鄉民代表 都了解這個計畫之後 我們的鄉內的長官 還有我們許多的主管都認為 應該把更多的這個說明場次 給我們的鄉親夥伴 還有在地居民來了解 甚至我們也會進入學校 特別是我們在地的學校 進入學校來進行能源的環境教育 那這也是接下來呢 我們這幾次呢 會深入部落 由鄉公所我們的這個公公所的團隊 會邀請專家學者老師 來跟大家進行溝通 那麼首先呢 接住各位的掌聲歡迎我們 在京風箱公所的這個觀光所所長 來跟大家分享 以及呢 了解一下為什麼京風箱 要來爭取這樣一個跨領域 同時呢 也是創新的科技產業 我也希望說 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 宣導的一個會議 讓大家知道說 京風箱公所在再生能源的一個工作 我們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方向 那也希望說能夠借由我們的綠能能 帶動我們自己地方的一個產業 那公所這邊呢 也經過我們專家學者這邊去做一個評估 評估我們俠內呢 適合發展再生能源的一個 一些地點 那等一下呢 會有請我們的專家學者 我們詹生光 詹教授 還有我們的協同的主持人 來讓大家了解我們所有在這個計畫上面 他們做的一些評估的一個結果 那我想我們是不是先用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張教授 那我在普通介紹我們剛剛的小姐有講話 他是我們計畫協同的主持人 我們的吳玉如 吳老師 我們請用掌聲歡迎 好 那接下來時間我們就交給我們的專家學者 我們張教授 好 大家晚安齁 因為這個金鋒香 我跟金鋒香的奄言 這個緣分實在太足了 那個從那個誰啊 曾德民在當鄉長的時候 你們知道那個金鋒敵王是誰設計的嗎 我 我 那時候是宋廚儀撥下來的錢 因為他要選總統了 要趕快花啊 所以趕快把他做那個設計出來 那施工慢一年啦 施工慢一年 然後呢 這一口井 你們現在有看到 還有一個可以游泳的井有沒有 很熱那個 那個民國72年 終於有來打的 那時候我給他帶路 我給他帶路說 要從那邊走這樣子 啊 後來那邊山一直奔一直奔 路就斷掉 現在又斷一條路了 這邊我小時候常常來 那我自己是台東人啦 我家住在台東農校旁邊 這段性的任務先 前一陣子都推動那個 教育啦 那麼 推動我們的政治 可是推動交易的話 好像火帶不會增加錢 所以想說 應該來推動產業 來推動產業 那麼我等一下會簡報 這個發電的產業 這個是要發電的 發電的產業 會有什麼收入 大家有講真打 我會送一個小發電機 發電產業 會不會增加收入 激手 怎麼增加 來 趕快講 要簡報完才提到答案 用業是什麼 你晚上在睡覺 人家還在交錢給你的 就是發電 喝水還沒有 賣水還沒有 晚上睡覺沒有喝水 可是晚上睡覺 你是不是要開冰箱開冷氣啊 對不對 所以晚上睡覺人家還在交 你如果賣電的話 反正睡覺人家還在繳電 那激化蝦為什麼可以賣電 因為激化蝦有資源 所以我要講第二種 燒煤炭的 你把它燒掉了 它會不會從二氧化碳 再變成煤炭 要兩萬年 可能啦 因為它會被樹吸收 然後樹變成木材 然後又埋到地下去 經過幾萬年再變成煤炭 太久了 那個叫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是什麼 你用完的能源 它經過大自然的這個程序 經過天然的力量 它會再獲得能源 我舉一個例子 像在下雨對不對 下雨下到山上 水是不是沖下來 對不對 水沖下來 那麼有很多地方是用什麼 水力發電嘛 像那個大南村達魯馬克那個 他是靠水力啊 對不對 這個水哪裡來 它沖下來以後 不是流到海裡去了嗎 能夠再生嗎 當然可以再生 因為太陽給它曬了以後 它水蒸氣又上去 然後變成雲又飄過來 又下雨又下來 一直循環 一直循環 這個叫做再生能源 就是它還可以再生的 那你弄那個核能 原子彈的材料 那個核能 你去把它燒完了以後 它慢慢燒 不是像那個原子彈爆炸的 慢慢燒 核能外面打 它還會變回去 變不回去了 它燒完了就燒完了 變不回去了 這個那個就不是再生能源 所以什麼叫再生能源 就是大自然的力量 能夠獲得能量的天然資源 那金光箱有沒有 我們再問 再生能源 這個 有七種 當然不必備 有七種 太陽人 生枝人 地熱 我們金光箱有地熱 海洋人 那個台東有海洋人 風力 灰色氣勢的水力 水力也是 所以還有燒垃圾 都是 都是再生能源 所以你們不用去記這個 你們只要記得金光箱有兩個 金光箱 長長下雨 有水力 還有金光箱有地熱 因為你們從小就知道這裡有溫泉 不只是嘉南村有 立秋也有 冰冒也有 都有 這一座山底下通通有 我剛才有 鄉長的那個影片有沒有 我有講 通通有 好 那為什麼要推再生能源 第一個理由是救地球 第二個理由是什麼 現在有政策的支持 為什麼要救地球 好啊 你煤炭一直燒燒 你石油一直燒一直燒 昨天那個阿拉伯的那個 練油廠都是被伊朗把它蹦掉嗎 然後燒這麼多 那個燒出來全部到空氣裡面耶 它也回不去了 它就在空氣裡 然後越積越多 越積越多 地球越來越熱 好 等一下會有一張圖片給你們講 地球為什麼越來越熱 然後這個是 這個再生能源呢 很適合中小企業 很適合部落 我們沒有錢啊 我們錢很少 可是我們就是花小小的 我們就花小小的店 我們就賣給台店 我們不會像那個 中國信托那樣 他們那個花很大的店 然後賣很多錢 不必 不必 其實一個部落 那一口景已經不少了 我等一下會算給你們聽 好 再來就是 我們有天然資源 台灣有很多天然資源 台灣最不缺的是什麼 下雨嘛 你說 你是在那個 沙烏地阿拉伯 它只能夠燒石油 它沒有下雨 它怎麼弄那個水利花店呢 不可能啊 它只能一直燒石油 燒石油不是在那邊 好 現在越 台灣會越來越熱 這個是統計的資料喔 一百年以來 從一百年前 那個平均的每一年的溫度 只在下面藍色那個 然後呢 越來越熱 越來越熱 現在已經到 增加1.5度了 現在平均已經增了 夏天阿 你們有沒有可能有比較老人家知道 我們小時候 比較涼啊 現在夏天實在熱的受不了 這個越來越熱 這個是人家統計出來的 夏夜 這個是全球的 這個是全球的 剛才那一張是台灣的 這個是全球的 全球也是越來越熱 這個大家 如果看那個電視上的影片 已經太多人講過了啦 所以我們要 不能再燒二氧化碳了 二氧化碳越多的話 是越熱 夏夜 這個是金光香的位置 金光香有幾個資源 這個打星星呢 都是有溫泉的地方喔 這裡面還有皮乳溫泉喔 那 其實這個 還有一個藍色的都是 什麼 我們的野溪水系 這些裡面都有吸水 可是有時候你們 會看不到吸水對不對 他不是沒有水的 他是變浮溜水 走在那個沙石下面 不是沒有水 金光香很多水 夏夜 這裡有幾張照片 這個是台中 這個是台中 這個是北京 這個是那個 天津還是哪個城市 他們活在這種環境 每天 你說不得肺癌 可能嗎 很多人得那個肺腺癌 台中 增加很多 所以 你燒二氧化碳 燒煤 你用那個去發電的話 就是會這樣 就是會這樣 加油 好 所以推動的目的 政府當然要 推再生能源 盡量推 因為 不管有沒有恢復 核濃化電 不管有沒有 燒那個天然氣 你再生能源的量 勢必要一直增加 因為全世界都是這個追求 像德國已經百分之四十是再生能源 一定要一直增加 所以政府就推動 那麼 金光香呢 我為什麼會顯定 這兩個野溪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你們已經挖好的溫泉 那個是中油來挖的 下一頁 你們看這個圖 這個 你們 這個當作 學校的教材的那個常識 要認識自己的故鄉 這個是 莫拉克以前 從人造衛星造的金光香 這個是莫拉克以後 從人造衛星造的金光香 你們發現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 這個奔山奔很厲害對不對 對 這邊我裡面都跟著亂七八糟 那邊是還沒有莫拉克颱風以前 就是那樣 那麼有一個地方是沒有受到影響的 就在你們這個旁邊而已 就是這兩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 一個是馬 叫做什麼 瑪利歐是嗎 瑪利歐那一條溪 還有那個 他過來有一個現在在拿 檢疫自來水那樣 這兩個沒有影響 你看 颱風前跟莫拉克前之後都一樣 就是上面的樹也沒有被沖掉 所以我們會利用這邊的 這樣的話 你化電廠的那個水管才不會以後被沖掉 下一頁 好這個是以前挖的溫泉 這已經在這邊 多少年了 我 可能超過三十年有了 二十年有了 每天都這樣冒煙 每天都這樣冒煙 你就把這個拿來給他花一點點電機 一三十年也是很多錢了 你知道嗎 這我現在還不趕快用入浪費 這樣下一頁 好 所以這個 這邊是主要是說 讓大家知道說 有這些溪流 他都有名稱 每一條溪流都有名稱 剛才那一條是 那個多利是在那個佳蘭村旁邊的 這個瑪利歐 另外一個就是 瑪路爾這邊已經有分山了 所以這邊沒有要做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一帶 好 下一頁 好 那麼金鳳香呢 我們要跟能源局 申請那個經費的時候 要說服能源局那些委員 很多教授好像考試一樣 他們有跟我去 你們秘書有跟我去 還有那個以前的承辦人 太陽人 我們這邊是山區 那個下午三點以後就遮住了 不太適合 深植能呢是怎樣 你要砍樹或者是流木 那個現在都很麻煩嘛 再來地熱能我們有 海洋能我們沒有靠海 沒有風力呢有風 但是亂七八糟 有時候颱風很大 有時候沒有風 那水利有 那會記錄呢 因為我們人口太少 所以垃圾太少 所以要靠燒垃圾去發電 很小 所以我們就顯定呢 金鳳香用我們有的地熱 還有我們有的小水利 用這兩個來發電 下一頁 這個是給大家知道 地貌下一頁 這個下一頁 這個是電網 我發現說 金鳳香的這些電網 這邊 如果我們發電能不能賣出去 這邊還有 還有150K 還可以啦 稍微一點點 150K 也是稍微有一點收入 或者是可以自己用 這個是那個自然水 那一個 檢疫自然水那一條溪 所以它水還蠻大的 其實這樣的話 大概可以花個20K 沒有問題了 下一頁 這個是那個馬利物溪 它最乾的時候還有水 再下一頁 好 什麼叫做川流氏水利化電 就是說 我們沒有做水壩 我們通通破壞地表 都沒有破壞地表 就是怎樣 從上游某個地方 把它引水到下游再放回來 還是放回來本來的地方 所以你下面的話還是一樣 根本水一滴都沒有少掉 再來這個地熱 地熱是什麼 拿地底下的熱 然後拿上來 把它發電以後 又打回去 所以這個都叫再生能源 它不會 第一個打井很小 一個洞一點點 一個洞一點點 打下去 會不會破壞什麼 沒有 不會破壞什麼 那個那一口井在那 那麼久了 有發生過什麼事嗎 沒有 只是它一直冒煙 太浪費了 好 這個是水利化電機 大家看過就好了 這個水利化電機 大家知道說有這個東西就可以 如果你們要看詳細一點 就跑到那個什麼 那個達魯馬克那個裡面 不是有一個水利化電廠 日本時代的嗎 那可以去參觀 下一片 那個第二化電機現在很新 就我們可能會 十月份 上一次你們有沒有人去日本的 上一次那個去日本參觀的 這裡現場有嗎 代表 代表有去過 那一次是代表會跟鄉民還有鄉公所的承辦人 他們去日本看 那一批日本人 十月初還會再來 跟來拜會相長 他們可能對這邊很有興趣 所以一直來 他們的發電機大概是250kW 什麼叫250kW 就是 這一種發電機 一小時可以發250度 可以發250度 那你一個晚上用掉幾度知道嗎 像這個日光燈 這個是20瓦的 20瓦的 一個晚上用零點幾度而已 很小 如果你點十個也是零點幾度而已 它是零點零幾度 這十個全部放一個晚上也是零點 所以一個家庭差不多3kW一天 包括冰箱冷氣 如果點電燈更少 這個是代表好下一頁 這個是這一張圖很久了 這張圖是藍圖 那古代那個藍圖 很久了 以前中油打這麼深 就是現在那一口 在冒煙那一口 給大家知道一下 這個不用背了 了解說 這邊以前就有中油來這邊打過 而且是確實有地熱 而且已經經過這麼多年了 其實沒有什麼不好的影響 好下一頁 好下一頁 這個看過了 這個是現在就是我講那個 可能那個日本人會用這種花電機 我不知道 到時候想用手要畫包 但是這種花電機很小 下一頁 下一頁 這個是他的眼裡 這個他的眼裡是什麼 這個紅色的是什麼 很熱的溫泉水進來 然後把冷媒散發 推動這個 渦輪 推動這個 然後推動完以後進去 他又經過那個冷水 從山上下來冷水 就變成冷媒 然後再打回去 他就一直循環一直循環 這種花電機本來是在哪裡用的 本來是在潛水艇裡面用的 潛水艇裡面用的 現在哪來做和平用途 給民間用這樣 他不當 你看那個一個人的身高 他就這樣而已 大概一個 一個後櫃的卡車就拖走了 不是偷走 是拖走 一個卡車就可以載走 那拖走不容易很重 這個是美國的 美國人就是用這個 他是 美國也在發展低熱化電 他們打下去一口井 會排這麼多出來下一頁 這個是台灣製的 台灣製的現在放在哪裡 放在宜蘭大同鄉 大同鄉那邊有一部在試驗 不過這一部 台灣製的老實講 他常常修理 所以 將來 要選什麼機器 還是要比較慎重 下一頁 這個是水利的 那這個 這個呢 水利的很多人 有的自己種西瓜的 常常在用 這個那個西瓜 西瓜龍 自己在用的 這個 那個岩山香 他是怎樣 從山上 拉水管下來 很便宜的水管 就拉下來 然後就通過水溫機 駐發電 他自己那個工療 夠用就好了 這樣 那我們的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我們還要給大家用 下一頁 這個是開發模式 將來跟 我主要是讓他怎樣 這個收入是公共造成 歸全鄉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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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我這邊要推動一個那個 產業 這個 我們發了電以後 常常 有人問我說 發電 發了電幹什麼 發了電 賣給台電 最好啦 對不對 全鄉有收入 那 有的電呢 我們可以自己拿來用 是什麼 我發現 這邊有一個 古代的產業 以前是在鄭新村 燒陶器 燒陶器 以前都是用家業 以前都是像這樣 用木材燒 然後就很多煙 現在也不能隨便燒了 那個環保機也會抗議 那 以前都是用木材燒 現在我們如果自己發電 我們就請那個 圓民會的補助 就買這個 那個 一個電箱 可以燒四個 你知道那個 你們隨便問就知道 那個外面有人在賣 是不是 阿嬤是不是很貴 對不對 那個 如果你會雕刻的 會弄的圖文很漂亮 很貴 而且現在我想到一個辦法 還可以更貴 就是我們把 你們不是有那個太空茶 這邊有出產 以前有出產茶葉 即使沒有這邊種的也沒關係 就是那個 那個紅茶 你把它裝到洞裡面 經過三年 它就變老茶 變老茶 你知道老茶現在一罐要賣多少嗎 在那個日月潭 五千塊 一罐才一公斤 賣五千塊 所以這個是一個相關的產業 相關的產業 那電可以用很多種產業 不只這個而已 你還可以做冷凍 比方說釋迦 釋迦 釋迦 你太多的時候就很便宜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那個釋迦肉刮下來 然後把它冷凍成一包一包 將來賣給冰果店打果汁用 你可以放很久 都可以放 那個要用很多店對不對 我們自己有花店 這個是冷凍 還有一個什麼 烘焙葉 烘焙茶 或者烤花生之類的東西 都可以我們自己花店自己用 這個是部落自己用的 部落自己用的 部落自己用不是沒有收度 因為每一度利能 如果台電來給你裝電錶 你雖然是自用電錶 自用的自己用 那個自用電錶每一度 你可以賣給那個耗能的公司 綠能平整兩塊 兩塊 然後他是每兩千度結算一次 所以每兩千度 就有 就有兩千塊 假如說我們用的剛才那個是250K的 對不對 250K 十個小時就有兩千度 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兩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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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收入 是不是很可怕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要發展 濕冷發電 真的 因為那個真的是很適合增加收入 但是因為這個井 這個井 是公有的 是公有井 所以這個井化的電 就歸全鄉 交給鄉公所做全鄉的利用 或者是要燒陶 什麼做全鄉利用 可是我們那個叫做 炎住民第七補助棒碗 或者沛江利能 補助棒碗 裡面還有一個獎勵 就是私有地 你私有地去打 也可以 也可以 那私有地 你要找到那個 給你幫你射電廠的人 射電廠 你要跟他分 那個就全部都是私人 私有地就是私人 那個 那個就不是公有井 所以這個 將來也不 因為這一口井是公有的 將來就是我們先做一個示範 大家熟悉了對不對 像那個兵茂 那個利丘 都有很多私有地 包括這邊 下面 對面 我知道對面 對面那邊 我們撤出來是會比較熱 那也有一些私有地 你也可以做 可是私有地 就是自己要去找投資者 自己找投資者 或者是那個找財團 然後你就跟他分 但是一日發電會不會破壞環境 他不會 因為他就是打一口井 然後放一台機器 是限制目前最不會破壞環境的 那個太陽冷 那個哪裡 資本那個什麼 那個棒一打 幾百甲這樣子 那個太多了 我們這個打井 你們自己去那邊看 那個井一口才這樣 那用的土地很少 就是水利挖電也是順便用的 因為你上面拉水 本來村莊就要喝水啊 你拉下來 他沖下來那罐先給他挖電掉 還是送到村莊去 一滴都沒有少 所以我那時候設想 就說太陽冷不好 風力也不好 為什麼 那個啪啪啪 阿嬤晚上都睡不著覺 我跟你講那個啪啪啪啪 一直轉那個 所以低熱化電離我們很遠 水利化電沒有聲音 就是還有下一頁 沒有了嗎 就是這個是 讓大家去了解 當然說電是怎麼挖出來的 那個 我們已經畢業很久了 忘記了也沒有關係 也沒有關係 這個挖電的挖電機 交給專家去做 你們如果要做實驗也可以啊 你拿一個磁鐵 你拿一個磁鐵 弄個電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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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挖掉 你知道嗎 現在有一種手電筒有沒有 你一直給他搖啊 你一直給他搖 那個LED燈就亮了對不對 那個就是 化電機的原理就是磁鐵跟電線 那個 我們不必去瞭解那個 我們知道瞭解說 我們的村莊 我們的鄉 有這個資源 資源很多種喔 再生的資源有七種 我們最適合用的 而且最不會破壞環境的 是這兩種 那我們拿這個兩種來 增加收入這樣 有一些意見跟想法 那我們能源局在推動這個 鄉親來了解再生能源的過程 有一個計畫就是 要到我們的村莊跟部落 來發表以及同時跟大家說明 為什麼金豐鄉加蘭部落 是否做這件 再生能源的一個需求 我現在大致上跟大家報告一下就是說 將來我們的頭目國華 會深入加護 還有比較大家聚會的地方 會給大家提供一些 要查單 讓大家回饋意見回來 對於哪些還不清楚 或者是說覺得呢 我覺得金豐鄉應該要來發展再生能源 那這個計畫最主要就是 我們的蔣鄉長呢 他期待呢 在我們翻轉地方產業的過程 金豐鄉呢 可以透過綠能的產業 來變成一個跨領域的一個經濟的模式 那透過這個綠色能源呢 他本來就是一個環保的能源嘛 那金豐鄉如何運用這個天然的資源 在破壞我們當地部落領域的這個建設底下 能夠呢 讓增加鄉民的這個 不管是不是金錢的收益 他其實很重要的就是說 他可以做成一個新的觀光產業 新的綠能產業 這是呢 蔣鄉長任內呢 他非常期待能夠做到的 發表金豐鄉為什麼適合 來發展再生能源的資源 那這些影片還有這些報告 給大家了解之後 我們的問卷裡面就會問大家 你覺得 知不知道金豐鄉是可以發展水利跟地熱能源呢 同時呢他會問說 那我知道如果在颱風期間 前面的泰馬里希斷了路斷了電 我們自己可以發的電可不可以給自己用 剛剛教授講 他其實是一個區域型的 當台電斷電路斷了 網路斷了 還有我們的電線斷了 自己發的電可不可以給鄉內用 其實他是一個救命的一個建設 也就是說很多的這個原住民地區 不會像我們這個可能是在稍微平地 在比較偏鄉高山的部落 他一旦斷水斷電之後呢 他的冰箱沒有辦法再冰 所謂的可能打糖尿病的蒸劑啊 或者是腎臟等等的這一些救命的這些蒸劑 結果呢因此而喪命 甚至要急救的過程或者是醫療的過程 沒有這些電力水利都可能因此呢發生意外 其實他原來的能源政策 希望能夠自己自用 那首先呢 第二個就會問這個 再來的話 你對於說設置小型電廠 不破壞我們生態的情況底下 你同意嗎 他成為我們地方的另外一個綠能的建設 大概是這一些會有我們的頭目國華 來跟兩個部落 因為他建設到兩個傳統領域 一個呢是我們的水利的部分 一個呢就是嘉蘭部落的部分 接下來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 鄉長特別要求我們 一定要在我們的這個村民代表 應該講說是我們的這個村的居民要了解 那所以我們會有八個場次的部落說明會 最後這些部落說明會充分 你今天可能只有媽媽來或者是只有爸爸來 回去告訴我們的孩子說 我們要發展再生能源 這個再生能源是不破壞生態環境 會有綠色能源 本來綠再生能源就是環保的能源 那這個是能源局特別要推動 那機風要不要來爭取這個資源 這一次呢透過我們這樣子 種子的這個培訓也好 或者是你們來參加說明會也好 能夠因此知道 而跟我們的家人分享 那透過這八次的說明之後 我們最後會在剛剛特別提到的傳統領域的部落 來進行部落會議的這個 爭取大家意見 那再來在這些部落會議 作為相關所參考 說我接下來下一階段 要不要就真的落實 讓我們的發電可以在金風向落實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這一個 已經開過兩次的宣傳會 在我們的相關所 有這個相關所同仁 還有我們的青年朋友 以及我們的代表會的代表都來參加 這是接下來要跟大家來舉辦的 那最後會有兩場次的這個部落會議 推廣活動 我跟大家講 包括我們的社群裡面 會由相關所主動來發影片 剛剛我們所觀賞的影片 還有能源局製作的再生能源的影片 以及接下來我們也會進入學校 來進行能源的環境教育 這些資源大家都可以上粉絲頁 我們有一個台東京東發綠店的一個粉絲頁 可能媽媽們說什麼是粉絲頁 你可能就打開手機看影片 那這個影片就會由我們社區的這些領導領袖來發給大家 那不懂怎麼辦 我們會跟這個有線電視台東有線電視來合作 最後金豐鄉的這一個影片的這個集結 我們最後會在台東有線東排有線來播出 那這是剛剛教練特別 教授分別給大家分享 金豐鄉它這個地方跟其他地方比較不一樣 其他人可能是私有地 大家成立公司來賣電給台電 但是呢為了讓金豐創造一個新的綠色產業 而且是創新有創意結合產業 可能你們這些生你們有生產落神花 或者是有一些當令當季的水果 這一些產業是不是也可以用到 一旦要發電 是不是也可以用我們的這個綠色能源來用這個電源 這個是教授特別跟金豐鄉來進行這個推薦的 那這是我們在影片 剛剛大家可以看到在YouTube上面的這個影片 會製作給大家 讓大家更了解金豐鄉發展再生能源的這些內容 今天沒有想到可以跑去問鄉長 直接問大人可以 剛到後我想問一下 我有問是金豐鄉的 因為你剛有說到那個水源 它會從下雨這樣子價格寡卸進去 那現在就有了 外面嗎 不是 它現在就有管線 那會不會在主力上 不是 它現在已經有管線了 是你們檢疫自來水在用的管線 已經有了 它現在檢疫自來水在用的管線 它現在檢疫自來水常常破掉 材料不好 我們可以給它改 我們如果爭取到機會 我們是給它改好的管線 還是用本來的管線好 對不對 我跟您說原本的土地是使用在那個管線 所以不會妨礙到其他村民的管線 不過根本就沒有經過 可能會改個路線 從你們那個垃圾場那邊下來會比較好走 那也不會影響到村民的 可能離太遠了 還有 還有 之前原者鄉有人問 說那個熱水還用不能用 化完電的熱水 除了現在先生我是規定 你是要打回去嗎 現在先生我規定說 如果是一般私人打緊的話 他還要打回去嘛 但是你也可以 拉一條專線來座肉裡面給大家洗澡 這個要另外的經費 而且給部落用的不必交給縣政府9塊錢 知道嗎 部落用的不用交9塊 如果是光光大飯店的每一度要交9塊 如果是拉到家裡 其實部落自己用的是不用的 那個交西沒有嗎 交西是拉到大飯店 那村民的沒有交錢 谢谢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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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